然后呢我们再来画一个上海青 这个东西这个蔬菜它在每个地方的叫法都不一样 它可以叫做上海青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上海青了 就是这种这种这种青菜这种蔬菜就叫做上海青 哇这个真的是就是非常好吃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好吃 你就先拿那个蒜头切碎 放在那个已经热了的油里面炸一下 把它那个那个蒜头的香味激发出来 带出来然后再去下这个青菜炒 就特别好吃 这两节课的主题都是好吃好吃好吃 然后我还画了一个葱 这个就是葱 我非常讨厌吃葱 我觉得葱有一股臭味 你们呢 你们喜欢吃葱吗 我不喜欢吃葱反正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葱很香 我觉得那个葱很臭 对了还跟大家玩一个谐音梗 什么叫谐音梗呢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吧 就拿这个葱来举例子 这个这种蔬菜是不是叫做葱 然后中国来描写 就是来介绍一个人很 这个脑子很灵活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个人很聪明 那个聪明的葱和这个葱 它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写法 而且压根不是同一个意思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的发音很像 一个聪明一个葱 所以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小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 就在小时候要多吃一点葱 这让你长大之后才会很聪明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 这种写法不同意思不同 但是发音一样的东西 就叫做谐音梗 有的人会拿这个开玩笑 开出来这个玩笑就是写音梗 今天话的话都非常的鲜艳 都很有颜色 很有生机和活力 这个就是不难看出来 它是一个一个弯豆 就是这个豆子弯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植物大战僵尸 但是中国的小孩子们一定玩过 植物大战僵尸那个游戏 在我们在我这个年纪的人的小 小时候非常非常的流行 就是有一个射手 那个怪物 也不能说是怪物吧 就是那个豌豆射手 它会吐那个豌豆 就是吐这个豌豆里面的豆子出来 就是一颗接一颗 一颗接一颗的土出来 然后就去打那个坏人 打那个僵尸 那么这么说 它应该还是一个好的怪物 它是一个好的豌豆射手 是一个好的豌豆射手 朋友们 我又画了一个很好看的 这个叫做花菜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跟它差不多 但是颜色不一样的 那个叫做白花菜 也可以说是花椰菜吧 我画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种就是花椰菜 或者是叫做白花菜 咋叫做对哈 但是我比较喜欢吃这种绿花菜 怎么说呢 感觉它的颜色更鲜艳一点 看起来就肯定也会更好吃 我吃东西就是这样 哪个好吃 哪个长得好看 就觉得哪个肯定更好吃一些 但是大家注意哈 这个花菜在吃的时候啊 你要提前泡一下 提前用盐 放在水里 就是在盐水里面泡一下 把它里面的虫泡出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椰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花菜啊 长得像那个树一样 它的那个叶子什么的 就很密集 长得很 很 很紧 长得很急促 很拥挤 所以呢 它里面就比较容易 藏一些虫 一些虫之类的 非常的 不干净 所以大家吃之前 一定要先用盐水泡一下 大家看 这首画的 应该很明显吧 这是 蘑菇 画的是蘑菇 呃 其实蘑菇不长这个样子 但是呢 为了好看 我们会在那个蘑菇中间 就是切一个这种石子 就给它切开 然后把它 就比如说这是一个蘑菇 然后把它这里 和这里这里这里 全都剥掉 把它表面上的皮剥掉 那样的话 会好看一些 因为就会有这种 上面的这种花纹嘛 好看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 会画成这个颜色 镜头里面看还好 但是我现实中看 它们有点像 粑粑的颜色 像 大便的颜色 很奇怪 然后呢 我在这里画了一个 洋葱 应该不难看出来 这个紫色的 洋葱 洋葱它也是一种 调味的蔬菜吧 我对洋葱的了解 就是它会 它会 就是你切它的时候 你会流眼泪 它会导致你流眼泪 但是我不吃洋葱 我们家也很少 会用到洋葱 所以 而且煮饭的人不是我 所以我没有那种感 感受 但是在中国 在 就是有的人吧 他会喜欢吃洋葱 而且他 他不是把洋葱 煮熟了来吃 他是生吃洋葱 大家都知道 洋葱 它是 其实你吃多了 就是感觉还挺辣的 但是我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吃呢 可能因为洋葱 也有不同的品种吧 然后他们吃的那种 洋葱是甜的吧 反正很佩服 大家看 我这里画的是一个 青瓜 青瓜 是青瓜 不是青蛙 这个是青瓜 青蛙是一种动物 但是青瓜是一个植物 这种青瓜 一般是干嘛的呢 青瓜也可以炒着吃 但是更多的是那种生吃 就是比如说你减肥 或者不想吃太多的 或者是你在健身的话 你就会 就可以吃黄瓜 因为它的热量 几乎就是等于零吧 很少 而且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去爬山 那个水是不是很重啊 你要是背一壶水 一桶水上山的话 真的是很重很重 但是呢 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选择 带青瓜 因为青瓜 它里面几乎都是水分 所以你就可以 爬山的时候 带着它 吃它 相当于是喝水了 因为我们家就是这么做的 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吃青瓜 就是一切长胖的东西 我都爱吃 然后健康的东西 我就不爱吃 就很烦 OK 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些 然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吧 这个是个茄子 中国很常见的一种菜 一道菜就叫做蒜蓉茄子 这个是玉米 诶 我当时讲了玉米吗 我怎么记得我没讲玉米呢 我刚刚讲了玉米吗 我怎么感觉我没讲 正中间就是黄瓜 这个就是玉米 这外面是玉米的叶子 然后这个是大蒜 大蒜 它不是一半一半的吗 就是花瓣的那个瓣 一半一半的 这个就叫蒜瓣 蒜瓣 这个呢就是土豆 它可以做成土豆泥 土豆丝和薯条 还有土豆片 还有土豆块 都很好吃 嗯 这里是一个 一个 这个是黄椒 这个是黄椒 这个是红椒 这个呢是丝瓜 这个是丝瓜 头上有一朵黄色的小花 它叫做丝瓜 丝瓜蛋汤 是一种很好喝的汤 大家如果没试过 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 这个是豌豆 有一款游戏叫做植物大战僵尸 里面的那个豌豆射手 它就是土豌豆 然后来打败那个僵尸的 然后这个是上海青 是一种蔬菜 嗯 这个是葱 葱 不喜欢它的味道 这个是花菜 绿色的花菜 这个是白花菜 白色的花菜 在吃这两种花菜之前呢 你要用这个盐水 泡一下 泡个几分钟 十分钟之类的 那样才可以 把它们的盐泡出来 草莓也是这样 草莓和蓝莓那种 还有树莓什么的 它们都是比较容易 藏一些虫之类的东西的 所以你在吃它们之前 最好都是泡一下吧 就是洗一下 认真洗 然后这个是蘑菇 蘑菇经常用来打汤 或者是炒 有 还有一种香菇 这种应该就是香菇 它不太好吃 我不喜欢吃 这个是洋葱 洋葱切的 切洋葱的时候 会蜡眼睛 眼睛会止不住的流眼泪 但是我没有体验过 这个是黄瓜 黄瓜里面有很多的水分 可以爬山的时候 不想带水的话 就带几根黄瓜上去吃 就相当于补水了 然后这个是藕 藕可以切片 或者是切块 藕又分为脆藕和 和那种粉藕 脆藕适合用来炒菜 粉藕适合用来煲汤 这个是我喜欢吃的那种辣椒 就绿色的 尝尝的 它很辣 所以我喜欢 然后这个是红色的 红色的叫做小米椒 小米椒就是它很小 但是它很辣 我非常喜欢吃 一般凉拌菜的时候 就会用到小米椒 炒菜的话 就是这种大的 绿色的青椒 然后就没了 赶快 现在走到你的冰箱前 看看你们家里 有哪些蔬菜 然后你知不知道 它们分别用中文 该怎么讲 然后再用中文 形容一下 它们的外观 比如说颜色啊 大小啊 味道啊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